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讨人喜欢 老天是公平的 每一个肯努力的人都会有所收获 老天又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得天独厚 先天起点就高 令人望尘莫及 羡慕不已 肖战就是这样一个上天钟爱之人 内在外在都非常优秀 身为偶像 他有一张长在大众审美点上的脸 一颦一笑 星光异议 果然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或许有人会不赞同 觉得肖战吃了那么多苦 那么不容易 这个世界对他很不公平 有道是 雷霆雨露居是天真 磨难是淘汰弱者的门槛 是成就强者的磨刀石 或许上天越是钟爱一个人 越会给他最严酷的考验 琢磨他也成就他 今朝寿的苦 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结出最甘甜的果实 那场史无前例的数字风暴 让无数粉丝不忍回忆 不愿和解 肖战消失在WB的1762个小时06分钟 是粉丝们一辈子的痛 然而当初哭得有多凄惨 如今就笑得有多灿烂 走出低谷 哪个方向都是上坡 熬过最深的黑暗 未来的路只会越来越光明 肖战是一颗种子 在黑暗的土壤中聚集力量 在春来时 长成参天大树 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它是迎风傲雪的松竹 今时不同网入 环境 风向剧意改变 不再是黑子狂欢的岁月 而有些人还不愿意醒 说着老一套的说辞 肖战闭胡 肖战路人员差 真是可笑 看看代言奢侈品真历史万表的官宣博 短短两天时间 点赞量已达105万 这个数字还真是亲切又壮观 1005被粉丝们称之为财富密码 而后面加一个万字 它的意义就不仅是财富密码 更是妥妥的国民度 如今真正的路人没有饭圈意识 首先看脸 其次看作品 再次看综艺访谈等等 哈哈 是首帅的外貌 无可挑剔 第一眼大帅哥是没跑的 作品 肖战的演技那是可圈可点的 前有陈琴令 后有斗罗大陆 都是成绩优异 火爆银瓶 横扫榜单的佳作 更有如梦之梦夜内外一只好评 进阶优秀的话剧演员 无论是外在还是实力 路人都要一生 不错 话说回来 经过去年的那场风暴 多少路人变成了粉 就说这次代言奢侈品万表 很多晒单的奥龙 都是去年的路人转来的 正所谓 说之东于 得之桑于 肖战在去年失去了很多 而在另一层面上他又得到了很多 真正的强者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更能化你仅为成长 不断壮大自己 所以才有了如今断层的顶流 绝尘的肖战 一个清唱邀约 明星 品牌 网红粉丝 还有无数的路人 纷纷登场 欣喜地与肖战合唱 令该视频连续称霸两天 成为平台30天内 所有视频中热度最高的 截至15日零点 该视频播放量高达8664.2W 话题播放量一点思议 而参与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中 讲真并不是耳熟能详的歌 却能得到如此追捧 想说肖战就是有这个魅力 这个路人员就是讨人喜欢 有路人说 感觉肖战一代言 这品牌就高大上 就潮流 会因是肖战代言就去买 毕竟请肖战难 能请到肖战的都是有水准的 但那想说用人品 用实力打造的肖战 这块金字招牌已经在无数人心中占据了位置 国民度加 影响力大 肖战更是助力被轻松轻松上市 能量与日举增 但他始终还是那个忙着成长 忙着可爱的 讨人喜欢的大男孩 肖战引起销售风暴 被国外媒体报道 网报官宣日销售突破6亿 7月16日 CNAS真历史官方发布肖战最新物料 视频中的肖战身着 虽然休闲泡泡沙西装 言喻万辽时尚大骗 坚毅的眼神贯彻无畏自我 利落的身影挥洒自在态度 这般帅气一下吸引了不少眼粉 很多人都知道肖战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 这次广告大骗的西装材质是泡泡沙 这是棉真物中具有特殊外观风格特征的织物 采用轻薄平纹细部加工而成 布面呈现均匀密布凹凸不平的小泡泡 穿着实不贴身 还带有一丝凉爽感 由此可见浮躁团队的用心 使得肖战穿上西装后既干练帅气 又不是舒适感 服装只是一个小插曲 其实重点在于肖战的独白 他说所谓的成功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成功的那一天吧 成功是相对的 每一次挑战都想做得更好 勇敢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有路人网友说 虽然是拍广告 但是表达的内容和方向是正向积极的 可以发挥明星和偶像的模范带头作用 坐而论道的广告总好过空洞无误的尬舞和洗脑文案 这样有点激励内容的广告 不妨多来一点 顺便说一句 肖战确实挺帅的 肖战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散发魅力 太全粉了 考古至今 肖战总是会分享很多关于他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 却几乎从未说过自己艰辛经历 他就像一个乐天派 充满正能量 眼泪有光 去年数字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还云里雾里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最终这件事在外网也传得沸沸扬扬 陈琴令在日本走红后 肖战也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媒体还撰解了他的相关人物简历 在介绍中着重讲述227对他的影响 那时候 失业受到百家围攻的肖战 似乎与魏无羡有了一次的重合 很多日文粉丝留言 你一定会走出困境 优秀如你会让更多人喜爱 你会打败邪恶 如今肖战走出困境 大家既心疼又佩服 因为换做其他人 根本嗷不过来 这次代言了真力时 可谓是轰动了整个奢侈品圈层 肖战引起的销售风暴 连国外的权威时尚媒体Business of Fashion和CNA的Luxury版 也纷纷报道了此事 官宣肖战后 名表被抢购一空 肖战的带货能力成功出圈 中国消费者也向世界奢侈品市场 展现了强大的购买力 季西 有国主爆料 称自己从运营那里 拿到了真力时官宣代言员当天的销售数据 高达6.3亿 这个数字连他自己也不敢置信 还劝网友们吃吃瓜就好 到时候品牌也会有财报的 其实6.3亿的销量也不是不可能 该品牌的表最低从四五万起步 本次晒单从几万到几十万的 大有人在 当天除了线上店多个款式全部售信以外 线下门店也热闹得很 有分店直接爆料说 一天的销量相当于他们半年的销量 震惊业内 没想到销战效应威力如此之大 不过具体的销售额是多少 还是等官方公布吧 有消费者到线下门店里买表 贵姐说品牌方对销战官宣后 带来的销售风暴格外关注 已经要求统计数据有多少销量 是因为销战代言所带来的 真力时的CEO吕斯提到销战 甚至用了两个硬块的Ball不可思议 大赞销战 真力时在万聊品牌中 算得上零奢 但是在国内因为缺乏营销 十分低调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牌子 同样是十几万的表 带出去没人认识 几个人会买 奢侈品贵的不是本身 而是品牌价值和知名度 有网友说 今天看到一个新男粉 他说入坑销战理由 是因为他十年前买了一块十几万的真力时 终于有人认识了 太搞笑了 自从销战成为真力时代言人后 即使不算销战带动的惊人销量 他给品牌带来的声量 让普罗大众都知道 这个牌子是入门五万 均价十几万的奢牌万表 这个代言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